您好,我是张宁 综合来自俄罗斯的消息 现在普京的地位确实悬了 俄罗斯爆发了三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 自从1月中旬 苏联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冒着生命危险 决计返回他的祖国 推动民主运动之后 普京当局在机场就迫不及待地逮捕了纳瓦尔尼 这终于成了急弄俄罗斯人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从1月23号以来 尽管普京当局疯狂镇压 先后拘捕了数千名抗议领袖 以及活跃的抗议者 但是俄罗斯各地的游行示威规模 不仅没有被减少 反而在不断地扩大 到了昨天已经有多达140个俄罗斯城市的人民不顾危险 冒着严寒抗议示威 普京当局现在狼狈不堪 普京政权恐怕已经遥遥欲坠 自从1998年被叶利钦任命为总理 负责野蛮攻打车臣以来 普京已经一会儿做总统一会儿做总理 就像变戏法一样的统治俄罗斯 23年俄罗斯人民早就已经受够了 现在呢俄罗斯的各地民众呢 不再像以前的游行示威那样 仅仅是反对腐派 或者要求释放纳瓦尔尼 或者呢抗议要求增加抗议政府的这个某些措施 现在已经集中在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呢是要求普京下台 而且呢第二个目标就是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这两条都是息息相关的 都是足以要普京政权的命 因为普京呢是完全靠着欺骗俄罗斯人民 编造各种罪名把政治犯关进监狱 才维持了他的统治 因为政治犯呢就是俄罗斯人民良心的象征 这些人挺身反抗暴政 本身就是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精华精锐 当然中国人民例外 中国人民从来不知道热爱他们的反对派 他们意识不到反对派是在奉献自己的青春生命 奉献自己的最美好的岁月 来与这个极端的这个恐怖政权相对抗 因为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进步 就只有这种对抗 遏制了这个野蛮以后呢 这个社会才能正常 否则的话呢 野蛮就会呢如如无人之境 就像中共这样为所欲为 俄罗斯现在流行的最多的标语牌子上面写着 普京是小偷 或者说是大倒撒谎 现在普京当局呢 已经分身鹤唳草木皆兵 首都莫斯科市中心几乎全面分层 历史学家说 历史学家说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希特勒的纳粹大军 濒临城下攻打莫斯科以来 八十多年来 莫斯科第一次如此紧张 如此如临大敌 由此可见 普京政权是多么的害怕 自己的人民起来推翻他 还有一个消息呢 来自中国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要求人民 过三年苦日 不像中共媒体吹嘘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中国经济呢 最近一直在下滑 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 最近发出了一次讲话 就号召人民要准备过三年以上的苦日子 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 作为中国最高的领导决策机构 正式提出了六保政策 就是所谓的保就业 保增长什么等等 保平安等等 这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呢 就是维稳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更严厉的维稳时期 当然中共政治局的借口呢 是全国疫情 全球性的疫情灾害 必须要实行宏观调控 中共呢 开始祭起了这个 严管边境的措施 其实呢 它的严管边境就类似于几个月前 在中越边境修建的那个边境墙 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人民逃跑 因为中国人民呢 在中共统治集团看来 不过就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韭菜地 韭菜都逃跑了 那么镰刀怎么办呢 镰刀自己又不会生长 对不对 只能互相收割 那就会引起内战 所以说呢 中共现在呢 要严管边境 稳内需 其实有什么好闻的呢 现在内需每况愈下 因为实业者越来越多 这个整个的中国市场都饱受冲击 各地的这个商铺都在纷纷关闭 所谓的稳内需呢 其实就是要回头 逐步的实行计划经济 计划供应 储物资 实际上就是国家同管一切 也就是恢复毛时代的 把一切都交给国家掌控 那会造成什么后果 造回惊人的浪费 比如说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一方面呢 几千万人活活饿死 几亿人饿的东倒协外 另一方面 中共的仓库里这个粮食堆不下 全部被堆在各种各样 阴暗潮湿的角落里 大批的煤烂 大批的坏掉 被当成垃圾一样扔掉 甚至呢 粮食多到了什么程度呢 多到了毛泽东 在那些年代还大量的援助 非洲 把大量的粮食给运到阿巴尼亚等等 也就是说呢 中共呢 认为自己的粮食很多 这就是中共所谓的储备物资 国家统管统构统销的必然后果 中共呢 这个现在呢 又要走回头路 重新让中国人民处在一种危险的状况 这一次呢 有可能要造成超过六十年代大饥荒 更多的这个死亡所值 因为国际社会呢 现在对中共的这一套把戏 已经看得越来越透 最近一位日本学者就非常明确的指出 这一款这个新冠病毒 绝非来自自然 肯定来自实验室 为什么呢 因为地球存在 地球已经存在几亿年了 几十亿年了 地球生命存在 已经也有几亿年的历史了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呢 或者说很多动物的存在 都有数百万年 数千万年的历史了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种病毒 能够危害全球 能够像这一次新冠病毒那样 因为自然的病毒呢 它都有天体 它受自然的制约 它只能在一种同等的条件下 才能生成 它只能对少数人发出 这个就是说呢 构成威胁 但现在呢 这款病毒 与所有的大自然的病毒都不一样 而且呢 以前呢 我也多次谈过这个话题 依据常识 实际上我们就知道 这个不用什么科学家 不用什么科学推理 我们就知道 这一款病毒来自中共的 武汉病毒实验室 可以这么说呢 理由或者逻辑上的推理呢 我至少能找出 一百条线索 一百个证据 来证明 这一款中共病毒 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 所以说呢 现在中共呢 之所以走到这么恶劣的情况 就是因为呢 中国人民不能够像俄罗斯人民那样 随时警告他们的统治者 你不要做太过分的事情 否则的话呢 他就可能越来越邪恶 邪恶荒唐到 竟敢对人类发动病毒战 到这种疯狂的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统治者 觉得自己呢 了不得想要统治全世界 想要农易全世界 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 要解放全人类 他们解放了谁 他们谁也没有解放 他们不过就是想农易全人类而已